这个男人高兴地从妻子手中接过孩子 这和儿子玩得开心时 妻子无意间的一句话 顿时就让两人陷入了绝境 此时男人愣住了 第二天他就跑到医院抽血化验 果然孩子不是他的 男人名叫嘉欣 化验结果让他崩溃地坐在医院里 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考虑再三 最终他还是决定了离婚 洗车店房子都给了老婆小月 自己则净身出户 小月看着丈夫离去的背影 他心里无味杂陈 刚刚建立起来的幸福家庭 就这样在一瞬间破碎了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婚姻了 2004年 在河北远郊的一个农村里 一场丧事正在进行 死去的男人王玉海 是小月的第一任丈夫 她意外死于一场医疗事故 留下了风华正茂的她 还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可心 小月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勤劳能干 人也长得漂亮 她的家庭并不富裕 父亲思想保守 说女孩上大学没用 就没有让她参加高考 高中毕业后就让她嫁人了 而考大学也成了小月未了的心愿 丈夫的意外离世 让她失去了温暖的避风港 也让她意识到 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她又重新拿起了课本 在昏暗的灯光下读起了书 小月的公公早年丧偶 而自死后 人面兽心的公公 竟然对小月动起了心思 甚至还偷看儿媳妇洗澡 每晚都到小月窗前 让她到房间里谈心 这让小月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 她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了 收拾好行李 准备回娘家住一段时间 但当父亲看到女儿回来 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心疼的样子 一边喝酒 一边还训斥着她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而且没能封到王家的财产 让她觉得很丢脸 更让小月没想到的是 回娘家才住了没几天 父亲就张罗着给她找婆嫁 来提亲的是王二喜家 二喜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懒汉 老来得子的父母 对她宠上了天 每天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而小月的父亲偏偏看上了二喜家的财力 没有征求女儿的意见 就直接答应了这门亲事 婚后的小月又过上了白天干农活 晚上照顾家人的生活 二喜并没有因为结婚 而改变懒惰的行为 反而天天在家里躺着 地里的活全部都指望小月 小月想让女儿去县城里上学 接受更好的教育 二喜却说女孩上学没用 再说她也不想出去赚钱 就这样一晃两年过去了 日子过得索然无味 平平淡淡的生活 磨平了小月的理想抱负 然而家心的出现 让她又恢复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们曾经是同学 在学生时期 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他们之间也曾有过懵懂的友谊 家心年少轻狂 因为打架被关进了少管所 后来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小月才匆匆嫁给了玉海 家心现在混得是风生水气 在县城里开了洗车店 还买了小轿车 小月则成了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 多年以后再次相见 两人的内心都泛起了一丝波澜 有欣喜也有些许遗憾 家心得知小月嫁给了二喜 心中十分不解 嫁给这个懒汉能有什么前途 此后为了多看小月几眼 家心不顾县城的生意 经常跑回村里帮小月干活 痴男怨女含情默默 在充满暧昧空气的包米地里 两个人半退半就的发生了关系 事后小月在自责的边缘来回徘徊 她知道自己背叛了丈夫 只是出轨这事一发不可收拾 当小月和家心再次约会时 两人交谈中 这才得知当初两人相互错过的真相 小月心里的天平也倾斜到了家心身上 最终她向二喜提出了离婚 可二喜妈果断地拒绝了她 结婚一年多也没给我们家 生个婴儿伴女 晚上小月试图想说服二喜 二喜却胡想蛮缠 与她强行发生了关系 完事后二喜便呼呼地睡去 伤心的小月最终还是逃了出来 此时家心正在包米地里等着她 两人一见面 家心就将小月紧紧地搂在怀里 还让小月跟她一起过日子 然而这一幕却被尾随而来的二喜家人尽收眼底 二喜把二话不说直接一棍打了下去 瞬间家心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住院期间家心委派朋友去跟二喜谈判 家心以撤案为条件 要求二喜同意与小月离婚 可二喜家人表示 只要退还财力就同意离婚 最终家心拿出来两万块钱给了二喜 这事才告一段落 两个苦命的鸳鸯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家心的心殿也红红火火地开业了 小月也搬进了城里 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家心还向她求了婚 两人相容以沫 日子过得很是幸福 她还决定要重新考一次大学 家心为了她的学业 一直对她照顾有加 脏活累活从来不让她做 没过多久 小月就怀孕了 她给家心生了一个儿子 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幸福地过下去 可惜并不是 这天孩子生病了 小两口带着孩子去医院抽血做检查 一张化验单打破了这个幸福家庭的宁静 儿子的血型不是家心的O型 也不是小月的A型 而是B型 谁的血型是B型呢 是二喜 想到这里 小月难以置信 她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虽然这件事不是自己的错 但却深深地伤害了家心 作为一个男人 家心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她并没有太多的抱怨 只是感叹自己的命不好 她偷朋友将离婚协议书交给了小月 还把洗车店留给了小月和孩子 自己什么都没有要 离婚后的小月 每天看店 洗车 照顾孩子 平平淡淡地过着 唯一不变的 是两个人的婚纱照 一直挂在墙上 从未取下 遭此打击后 家心去了外地打工 几年后 当她再次回到家中 朋友上门找她 指责她是一个自私的胆小鬼 还不如一个女人 面子比爱人还重要吗 此时的家心沉默了 春节的鞭炮声 在家心的耳边缓绕 却和她显得格格不入 孤冷的夜色下 家心来到了小月家 还给孩子带了礼物 一家人久违地坐在了一起 看着春晚 吃着热乎乎的饺子 回想着两人相应相许的日子 屋内的气氛却格外地安静 家心坐立不安 似乎有什么话想对小月说 憋了半天 还是没能说出来 最后只说了一句 我走了 小月看着家心 坐上出租车的那一刻 她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想法 于是她奔跑着追了上去 如果爱就勇敢地表现出来 不要让人生留有遗憾 赵炎曲子真是故事改编 一个受过教育 有理想 对生活有期望的农村女性 在三段婚姻中 从逆来顺受到逐渐学会反抗 再到主动追求爱情 前半段是与父权 夫权的抗争 后半段是命运给她开的玩笑 影片凭借独特的观察视角 以及质朴的显示风格 勇敢地展现出 当代农村妇女 追求自我独立的时代特征 也希望每个人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